我 我其实内心骨子里 对我前身带着 巨大巨大的恨意 可大的恨意了 就是我就觉得 我 我老觉得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非要不灵情 我喜欢 我喜欢你这个感觉 就是其实我是沉浸在这个 这个这个里头了 我觉得我对你好 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富士 我觉得我很伟大 但是实际上人家并不灵情 人家并没有感受到 只是你自我对 自我对自我的这种付出 陶醉了而已 所以我当我想明白 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没有恨了 我不恨他了 就是我现在 最大的改变就是 原来别人不能跟我提 我朋友之间不能提 提了我就会骂他一遍 现在无所谓 提了就提了 过去就过去了 他干嘛无所谓了 对走出来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但很难 真的很难 原来我不承认这件事情 原来跟所有的人都不会承认说 走出来很好 但走出来很难 就是你自己要 要否定到 要否定 不算否定吧 要抹掉自己那十三年 因为女孩子来说 那是最好的青春 那是最应该去穿 去吃 去体验 去玩的 那个阶段 就是我并没有 所以我现在变得有点叛逆 就是我要尝试我二十岁三十岁没有尝试的事情 现在快四十了吗 挺可怕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最近想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劝我的淡定 但是我觉得劝不住 我就想出去转一转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因为自己的喜好 而去做过一些事情 我都是 就是我属于讨好型人格 就是 这件事情 我的感受呢 不太重要 但是呢 就是我希望你能 对方能 开心一点 自我压抑的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有一段时间会 会没有自我的存在感 我觉得我 人生没有意义 我觉得我活着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为了讨别人喜欢 讨别人喜欢 就是 就是 就是内心缺朋友 缺爱 缺关注 缺被真正的关心 就是 这点其实特别不好 我慢慢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 在改 在慢慢尝试着去 坚持我的底线 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应该有个底线 然后你不能突破我这个底线 突破了 那就对不起 这比较难 就是这种价值 现在就是 我对你好 然后那是我愿意的 这就对我来说就是公平的 然后你对我好与不好 那是你愿不愿意 对你来说 这就就是公平的 就没有说公平的 就没有说我们之间说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这才不是这样的 就我特别少 就长这么大 我虽然我的 很暴盗的一面 大部分都是留给了我家人 然后对朋友啊 对这些同事啊什么的 我还是表现出了挺乖的一个面呢 这个我觉得不好 我以后要改 我以后要去勇敢地表达一下 就是这件事情我不高兴 我就是不高兴 我告诉你我不高兴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刚刚您的采访一直问我 你会不会郁闷 您问我好多次 我一直在内心在狂烈狂烈地 在想躲这个话题 因为我知道我 我会呀 但是我又 我不想承认 我觉得那个很丢人 我觉得那个很没有面子 就没有办法躲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就好难受 我一承认我就好难受 承认完了以后我就好轻松 承认完了就觉得也没什么 现在你看就 我们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就会好很多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抚养 就是精神的抚养 最起码我不会去考虑 说我要不要去干嘛 我只要考虑 我喜不喜欢就可以了 我去年 千年开始我觉得 我自己特别好 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好 因为最起码 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然后我又没有 没有一些 不好的一些人际关系 我也没有不好的一些 我有好的 我有很好的一个自我的 心情的这种 这种舒朗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谁娶了我 谁会特别幸福 谁会特别赚 就是取到我就是赚到的那种 这会不会有点 过于自信了 我可能 就是这两年才有的这种想法 原来会 会焦虑呀 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呀 不好找呀 你会因为 人怕刺食嘛 就是身体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 什么的 衰老牙 这些都是的 但是我现在也会焦虑 有时候我也会焦虑年龄 但是我从来不焦虑我的状态 我只是数字在噗噗噗噗在涨 你不可逆的 是无所谓 我觉得 我觉得我状态还挺好的 所以后来我就有了一个 特别大的疯狂的想法 因为我一直都按部就班的忙 就是上班呀 然后去参加工作呀 孝敬父母呀 然后团结兄弟姐妹呀 我就觉得不行 我得好好地为自己想一想 所以我就想着 我趁着我的体力呀 什么年龄呀 精力呀 这都还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出去走走 全国各个地方 去学学各个地方的方言 我觉得这个事特别好玩 我就想 不想上班了 上了这么多年班 不想上了 就想出去玩 不是出去玩 就是想出去 每个地方去走一走 就是去感受一下 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文 吃的 方言 让自己老了以后 可能还有一点点 回忆 或者可以吹牛的地方 这是我特别大的想法 最近特别躁动不安 周边所有人在劝我 你要淡定 你要淡定 不行 我估计我劝不住 但是我原来的时候 逃离家的时候呢 是我讨厌这个地方 我离开这个地方 去哪都行 就只要离开这儿 去哪都可以 这个属于 真的那会儿属于逃离 现在就 现在我觉得是 是去 是去享受 我朋友问的 我说那你又没有想过 说回山东去生活 我特别见得更 不可以 其实这个 现在我其实还在 还在逃离我们 家的那个状态吧 其实这种 对我内心 你要咱们去 不去做隐瞒的话 就内心深处 就是在逃离 还是在逃离的过程的 逃离我们原生家庭 或者我们原来 那个家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 外边苦一点 累一点 委屈一点 都还好 我都可以 但你只要别让我 继续回到家里去委屈 就是也不算委屈吧 就是 那种 父母希望我们按部就班嘛 但是 我不愿意 我觉得 我要活成我自己的生活 那个 现在还在逃离 这个还得 还得再成长一段时间 才能脱离这个 逃离这个词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离开北京 如果说我要是真的 下了我决定去穷游 我觉得不是逃离 我是希望去 看更多 我特别 现在我特别 这个算不算对家庭的渴望 我特别看别人家做饭 特别渴望去看各个地方 别人家做饭的那种场景 吃饭的那个场景 这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件事 你有想过 有一天失去他们的时候 会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我不知道 我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问过我说 如果说你父母本年之后 有很多问题 你会后悔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可能会痛苦一段时间吧 我就属于那种 我觉得骨子里 我还是那种 家庭基因传统比较重的人 有些时候 有很大一部分的时候 尤其到了什么春节呀 中秋呀 过节的时候 我看见别人家 就是一家大口 这么好几口出来玩 我都会 原来是羡慕 现在就变成 我不愿意看 我不愿意看 就会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吧 我那天看过一句话说 别那么去逼自己 你又跟自己没仇 后来我突然间 又觉得 就是 也没必要 就是如果说你要找到 那大家就会 很好的去做一个 下半程的旅行 人生这个东西不好说嘛 然后还有一个 如果说真找不到 那我也不会让自己 天天活在惨兮兮里 那样太没有意义了 那你就去找一个 你喜欢的城市 或者是 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短暂的待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 一直碰到 你愿意留下来的城市 那你就 留在那个地方嘛 因为现在 我其实39岁 已经过了 很大的 那个物欲的 那个年纪了 现在就是吃穿 都可以 都可以很简单 内心富足就好了 眼睛开阔就好了 就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虽然有点遗憾吧 会 这个遗憾还挺大的 这个遗憾还挺大的 我还从来就没想过 我说万一找不通 我说万一找不通 慢慢找吧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热爱生活的小老头 你又把自己这么定义了吗 在我这个 对吧 就是四十网上或者四十五网上的人 我这种叫不着调 你又不上班 天天在家 每次喝点酒 喝点滑板 冲冲浪 他们会觉得是 你这么大岁数人太不着调了 我们假设想说 我们未来组成一个家庭 可能就是我不太会限制你的爱好 能做到吗 我可以 完全可以的 是这样的 笑 笑的我都 你笑的我都心虚 本来我不心虚的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 就很优秀 是一个很好的伴侣是吗 对 如果你能 我一直觉得谁娶了我 是很幸福 对 笑 感谢观看